淡水中正路老街后段邮局旁边的两层楼建筑物 原本是国民党所使用的民众服务社 不过在三年前归还给新北市政府之后 目前一楼是护委消防分队所使用的办公厅 另外二楼在新生里长的争取之下 现在已经成为护委市民活动中心 因此今天上午新北市社会局 更在这一座活动中心成立淡水区影法族俱乐部 并且举办一场共参活动 现场不少市议员都到场参与 出淡水老街上面的民众服务社 二楼作为我们民众的活动空间 那都是因为这个在104年年底的时候 在咨询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那个党场 归还给新北市民的这件事情呢 起因是因为这样 那今天这样的空间回归到民众的身上 那我相信这边附近的居民呢 都可以好好利用这样的空间 然后做一些领民的这些交流 那时候你里里的城市有找我 我去跟宅政局沟通 沟通也有很多招 包括我社会局 跟我们社会局的沟通 要达成的共事 让我们这间做新型力的活动中心 今天云南市政府的成立 他说成立云南市政府 有些活动的空间 我们有些计划 有些计划 还有一些计划 还有一些计划 我们带来这些老男的输用 活动中心 那这个英老国俱乐部接牌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我们这个新生里的一些长辈们 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那我们谢谢所有议员 在这个方面的辛苦跟努力 那也谢谢社会局 环保局 对这个计划的背后的支持 区公所表示 这一栋建筑物在三年前 游新北市政府接手之后 一楼给消防队使用 二楼则是规划成为市民活动中心 因此今天成立淡水第十八座的 银法族俱乐部 希望未来可以让老街后段的长者使用 里长说里头有书报区 会议桌 还有里民把家中不用的运动器材 捐到活动中心来给大家使用 我现在要介绍我们这些副销片 就是我们里来的一些 里民我们的人家 他们家的物件 铁菜 要说给大家使用 这个使用就是我们一检测区 我们的河北 所有人来的人有幸福 就来用 今天很高兴 我们淡水区第十八个 银法族俱乐部成立 在我们护卫市民活动中心这边 希望说让我们这老街后段的相关的里民都能够参与 银法族俱乐部 银法族俱乐部的成立最主要是让老人家来这边 他可以来这边互动 在看看书报杂志上课 然后当然共餐是其中一部分 区长表示银法族俱乐部最大功用就是在提供长者一个日常生活的娱乐场所 不仅是可以让长者在这边聚集聊天 还可以运动举办共餐活动 因此今天在进行街排之后里长也准备活动中心首次的共餐 不少巨公都在现场准备料理 美味的菜色端上桌 让这一座活动中心可以提供附近的邻里更好的场所 记得许论一代许三方报道